我们三万村是螺丝粉小镇的 通过螺丝粉小镇我们就引进了两大企业 一个是种植,一个是稻螺养植的企业 我们现在身边看见的就是稻螺养植 就是在水稻里面,又种水稻,又养螺在里面 通过这两大产业,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那么他就可以又照顾小孩,又可以照顾老人 然后剩下的劳动力,他就可以在我们周边的 像螺丝粉工业园那里上班 然后也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我们的稻田现在流转的是有1500 他一年他养螺的那个某产量 大概是1500到2000斤这样子 如果按现在的市场价的话 一斤就是五块钱 那么他就是螺这一块 差不多能达到一万块钱 我们的这个稻米的质量 因为他是因为养有螺 那么农药啊肥料啊就不能放了 然后他是通过养螺的时候 放那个饲料给螺 那么螺吃他也要产生的肥 然后把我们的稻骨 然后我们那个稻米他某产量就大概是600到1000斤 按我们现在销售出去的时候 就是10块钱一斤这样子 那么他的稻米一亩地的一年的收入 就大概是6000这样子 等于说这一块我们村民是已经增加收入了